人民币不能够自由兑换 那么你最终其实还是中国的损失 也就是说人民币不可能在国际的货币体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从长远来说也不可能跟美元并驾齐驱 那么中国的外贸结算主要还是只能以美元来结算 当然也可以以欧元或者日元来结算 但是以人民币来进行国际贸易结算 在未来的可能性不是太大 虽然我们可以跟周边的国家达成货币互换的协议 或者是跟周边某些小国可以有一些 可以有一些人民币的货币结算 跟香港地区也有人民币的货币结算 但是离中国成为一个国际货币还相差很远 离成为一个区域的货币甚至都相差很远 而人民币如果要想成为国际货币 避免像如今这样 由于储存美元遭受的损失 那么人民币未来就必须升值 那就必须成为一个可兑换的货币 当然这个升值的步伐又不能够太快 只能够是渐进的可控的 要回避风险 如果升值过快 那国内的很多产业可能要被压垮 因为我们很多产业本身就是劳动密集型的 利润非常微薄 它的这个利润率可能只有2% 1% 人民币如果升值过快 那它连2%1%的利润都没有了 那大量的企业倒闭 可能会带来国内在就业 在失业方面的这个巨大的风险 甚至带来社会不稳定的风险 所以这个人民币未来的趋势来看 在未来10年左右 那肯定还会大幅度升值 这个但是在近期是看不出有 这个大幅度升值的可能 好我们再继续接电话 下一位请湖南的观众张先生参加讨论 张先生你好 张先生你好 张先生好 还有胡金斗教授你好 你好 我想谈论这个奥巴马到中国来访问的话 肯定会谈朝鲜问题 我觉得这个朝鲜问题的这个主动权 还是掌握在美国方面 但是我觉得美国可能会错过 这个解决朝鲜问题的机会 为什么呢 这个朝鲜他现在是不听中国的圈杠 他要单独跟美国谈判呢 他是想甩开中国的控制 这就是美国的一次机会 美国应该掌握主动权 应该主动地跟这个朝鲜谈谈 如果他不谈的话呢 这个机会呢 这个朝鲜核武器的问题呢 就是很难解决的 我的话说完了 谢谢 好 谢谢湖南张先生发表的看法 胡教授 那么在中国多年来呢 一直跟美国的要求 就是放松对中国的这个敏感技术的出口 可是呢 实际上效果呢 并不太大 你觉得这次中国会不会强烈的提出这个要求呢 奥巴马的竞选的纲领是欠决是改变 他对华的政策能否改变 其实我们还是一个问号 而且对华的政策也很难改变 因为中国对美存在着巨大的这个贸易顺差 这个世界贸易这个经济贸易的确是存在着很多的不平衡 那美国呢 他在目前他只能是把中国作为一个最主要的这样的一个制造 这个贸易不平衡的这样一个对手 所以这个奥巴马他要改变他的这个对华政策 也的确是很难 但是呢 我想这个 未来 这个 奥巴马在这个 在经济政策方面 在贸易政策方面 特别是在高科技 这方面 应当放松对中国的这个 这个限制 就是说我们不能够还是抱着过去的 这种冷战的思维 认为这个中国虽然经济快速发展 经济上越来越多的融入了这个全球化 但是中国还是一个共产国家 这个中国的发展好像跟当年前苏联的发展 甚至和这个这个当年德国的这个这个三十年代的发展一样 是非常可怕的 因此 一方面这个在经济上依赖中国 另一方面对中国其实是存在着这个警惕之心 或者说存在着严重的一个不信任感 但是未来随着中国的进一步的这个开放 特别是与更多的国家建立自由贸易区 这将会带动中国国内的这个政治改革 中国的这个政府的行政透明 中国的这个这个法治建设 那么这个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啊 它也会出现更多的明显的进步 所以中国呢 其实跟前苏联 甚至或者说这个跟这个前这个希特勒时期的德国 那个经济高速发展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 就是中国目前的这个经济发展 我想呢 它会带来这个政治和社会的全面的全面的进步 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奥巴马呢 它确实应当改变 对华的一些这个 一些高科技方面的这种管制 这个更多的 这个在高科技方面跟中国合作 这样来解决贸易不平衡的问题 好 谢谢胡锡敦胡锡敦教授 关于奥巴马总统访华的情况呢 下个星期我们将和美国之音 驻北京的记者每天进行及时的跟踪报道 欢迎您到时候收听收看 好 听众和观众朋友 今天时事大集团的讨论呢 就进行到这里了 非常感谢北京理工大学的胡锡敦教授 参加我们的节目 也感谢各位听众和观众的收听收看和积极参与 另外我们也欢迎您直接登陆我们的云特网网站 或者给我们发电子邮件 发表您对我们节目的看法和建议 下面就是登陆美国之音网站的具体方式 美国之音中文部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中文部电邮 chineseatvoanews.com 毒 毒 毒 ボ